大家好 我是双院团的服务主委 王楠 在這邊我要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因為我們是國中的舞哨團 然後就是我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我們處理一些活動流程 就是遇到這邊跟我們講說 有活動 然後我們就可以跟老師講說 老師我們有活動 然後老師就會說 就沒有接下來就沒有效果 好 所以我們的活動相較於其他的團 可能會比較的減少 但是也因為這樣 每一個團員都非常把握每一次的活動 好 那接下來就請換到下一頁 謝謝 好 來 那個我們 我們團呢每年的十月 都會去金山淨灘 就是金山的水尾魚港 因為各個現在 現在各個環保團體都有在呼籲大家要 盡量減少垃圾 然後盡量那個水手丟 水手看到垃圾桶往裡面丟垃圾這樣 然後畢竟垃圾還是不斷的增 不斷的 數量也是越來越多 然後海邊的海邊的破壞還是一直在進行的 所以呢我們每年都會去金山的水尾魚港 進行淨灘的動作 然後讓那邊回到最原始美麗的狀態 我們下一頁 謝謝 每年十二月到一月的期間 我們會挑選一切去 慰問台北市的獨居老人 活動過程中 我們會和爺爺奶奶和他們一起聊天 雖然大家的台語中心太容易 但還是能看他們聊得很開心 過程中 我總會覺得有些心疼那些爺爺奶奶 因為一個人生活一定是非常孤單的 而另一方面 我也很希望能夠藉由我們的到訪 讓他們感覺到溫暖 活動不僅是與爺爺奶奶們一起聊天 活動背後更是希望同學們能夠透過這樣的活動 更加體認到獨居老人在台灣的問題 或許我們平時在家 最長輩的一些小小舉動 都能夠使他們獨居生活的負擔減輕一些 總而言之我認為這是一個 非常狼心又極度教育的活動 再也 好 那在這個禮拜的星期二 我們才剛舉辦完我們福人社的 我們自己收營福人社的聖誕年華晚會 然後其實原本對於福人社的想法就是 哇 好恐怖喔 那個大家都是 社會階級非常高的 然後沒想到發現 哇 大家都是完成一片打成一片 大家一起唱歌啊 然後聽Uncle在台上唱歌 然後我們下去跳舞啊 帶Uncle一起跳舞 哇 非常好玩啊 所以就是希望明年 甚至後年可以繼續想下去 好 來 翻下一頁謝謝 好 接著是職業參訪 我們學校會不定期的舉辦 職業參訪的活動 今年的活動是參加 分歧 科技 過程中我們學習到了很多公司運作的方式 與經驗 工作人員也都很熱心的為我們 介紹那個行業的一些事情 當天很開心能夠認識到那個行業裡 以及這種厲害的人們 也很高興能夠汲取他們身上的經驗 以及知識 除了學習到很多之外 職業參訪的活動 也使我們能夠對於自己的未來之上 有更多的認識 有更多的寶寶 下列 OK 好 然後我們也是會在校內舉行 每個月都會舉行一次聯合的立會 然後這上面的話就是我們的團長 還有校長主任 以及Uncle等等 然後這次因為團長他有一些事情 所以沒辦法參加 所以由我們 由我副團還有其他的幹部 一起來 來代替他的出席 好 那以上就是我們的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成果發表 謝謝大家